拜登政府一上来就对中国进行疯狂打压遏制,结果就是被脱皮泪滩,如今在没有放弃打压封杀政策的情况之下,积极与中国互动,显然并非真的是修复关系,而是打累了,累疲了之后想让中国帮忙扶一把,真的是尽小美事。 拜登入主白宫后,在继续特朗普时期贸易战的基础之上,又对华展开了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封杀战,也就是脱钩取风险,以为封杀或与中国高科技脱钩锻炼,就可以扼杀中国复兴强国进程,就可以赢得重构世界秩序的大国竞争。 可惜事与愿违,中国既没有停止不前,也没有改变发展目标,反而是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领域,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 重要的是,美国经济承压严重,衰退的风险一直都在,通胀危机还在继续,债务危机越延越烈,金融危机也在路上,美元割韭菜功能大不如前。 金融上去美元化,战略上去美国化的浪潮正在兴起,这一切搞得美国是疲惫不堪,可以说美国被中国给脱皮了,玩累了,真的有点打不动了,自然就要改变战略策略,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外交互动,表面上看是为了修复关系,实际上就是一种缓兵之计,只是想摆出一副修复关系的架势,来换取中国服依下疲惫不堪的美国。 前一轮的外交攻势是密集的访华,后一轮的攻势改成了在中国域外,在布林肯、耶伦、克里以及雷蒙多访华之后,紧接着就是拜登与李强总理,在印度级二零峰会上的短暂会谈,沙利文与王毅外长在马尔他的长时间会晤,以及韩政府主席与布林肯的会晤, 纽兰与马朝旭的会晤,如此密集的外交互动,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器官,这表明了美国真的心急,真的想说服中国能够改变一下自己,或者说能够让一让美国,正所谓李下愚人必有所求。 拜登自然是还想从中国身上得到什么,也表明了这贸易战和科技战,真的有点打不下去了。 在雷蒙多访华之时,双方成立了一个商务工作小组,明确工作组将每年举行两次复部级会议,两位部长同意经常性沟通,每年至少会见一次,同时还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,作为解释各自出口管制制度和改善沟通的机制。 可是雷蒙多回去后,美国什么也没变,或许就是等待着这新一轮密集互动结果,也就有了最新的经济和金融两个工作小组的成立,而且分别是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一轮领导。 同样的,两国财政部副部长及官员将定期举行会议,三个工作小组,一个信息沟通机制,加上部长副部长级别的定期会晤,新的沟通机制和渠道也就算是确立了,下面应当就要进入解决实质性分歧矛盾的节奏了。 这可能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,一是美国之前的强硬路线真的有些走不下去了,二是想缓和一下关系,避免真的发生冷热战事对抗。 这都不符合美国的现实国情和利益,贸易战、科技战非但无果,更是对美国的伤害,通胀危机、债务危机、金融恶化,化解经济复苏乏力,使得美国经济依然还有衰退的边缘徘徊,再加上世界兴起的去美元化,以及地缘政治去美国化加速。 也就是说美国一味强硬猛攻无果,反而疲惫不堪,重要的是并没能阻止中国的发展,中国韧性更强,后劲更足,战略平衡正在向中国倾斜,强硬的打法真有些玩不起了,在正强硬的打下,去美国可就真的要玩完了。 因此这一轮外交互动之后,虽然还谈不上关系的修复或缓和,毕竟不大会继续恶化的,拜登真的需要休息一下船口大气了,也就是说此举有拖延一下时间的意图,因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或封杀,中国也没有闲着,只是中国主要通过推动全球南方的合作,加强在令币竞争的战场,也可以说是必时就绪。 以上合组织、金砖国家以及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,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多边或区域合作,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美国打压带来的压力,更可以借此倒逼世界变革或推动多极世界的建立。 可以说美国在推动去中国依赖或去中国风险,中国同样也在推动世界去美国化,中国的麻烦是美国,而美国的麻烦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世界,连欧盟都极力主张建立多极世界。 美国还有一个大麻烦,就是乌克兰冲突危机,且不说对美国的消耗和牵制,欧洲目前显然已经有点支撑不下去了,而乌克兰则说不准核实会突然出现一个大崩溃,赌额会被打败是异想天开,赌额先支撑不下去或消耗不起而妥协也是妄想。 而战后的乌克兰和欧洲对美国来说,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麻烦,美国在乌克兰可以说是既打不下,也停不下来,此时的美国还想与中国硬碰硬,显然是真的玩不起也玩不下去了。 另外世界各国的呼声,也迫使美国不能这样强硬下去,中美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大国,拱护乌克战争且支持持久打下去,对世界已经是一个极大的伤害。 在恶化中美关系,这对世界各国来说同样是一个灾难级的,尽管美国人会睁眼说瞎话,把责任一股脑推给中俄,可世界各国却不是睁眼瞎,责任在谁是心知肚明的。 目前最理想的状态,是能够说服中国放缓推动世界变革,加强于美国的所谓正常贸易,更希望中国能够在化解美国通胀危机,债务危机方面帮美国一把。 更想在所谓的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,加强与中国的合作,也就是让中国帮助美国树立世界领导力,对中国来说,能够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求之不得的事。 毕竟两个大国恶斗是两败俱伤的事,可问题的关键是,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了敌人或打压的主要对象,美国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复兴强国梦的最大障碍半小时,程序拖垮美国或极大的削弱美国的霸权实力,也是当务之急。 鉴于美国霸权战略不变,中国最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,也就成为了不争的事实,这也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有本质的改变。 而中国同样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做出妥协,也就是不会牺牲核心利益来换取双方关系的修复。 美国需要时间恢复元气或对华进行战略部署,而中国也需要时间来发展壮大自己,以增强抵抗美国打压或竞争的能力。 扳倒美国霸权不是一朝一夕之时,而快速发展壮大自己才是第一要务。 未来一零年左右时间,对中美来说都非常之关键,如果美国能够迅速地恢复元气和解决自身的战略麻烦,再建立其反华联盟,就一定会对中国发起更疯狂的攻势,甚至于会不惜代价地与中国大对决。 如果中国能够在这十年期迅速地壮大自己,则美国就失去了与中国对抗的优势,目前中美成立了商务、经济和金融三个工作小组,这解决的自然是眼前利益问题,而战略上或地缘政治之争恐怕不会停止,特别是取得优势的中国,不应当放松推动世界变革的加速。 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联盟在战略上独立自主,就对中国更有利,中国的这个战略不能变,也变不了,因为目前世界地缘政治的改变也好,战略自主或推动建立多极世界也罢,这已经是自动自发的行动。 当然也是中美战略较量的结果之一,世界变革在加速,中国想阻止都停不下来,总之美国积极推动与中国建立新的沟通机制,表明了美国有些玩不起了,也表明了要通过新机制,让中国帮美国缓解一下战略压力。 当然再玩下去,中美可能就真的走向冷热战了,还有这是对世界各国呼吁的一种积极的回应,美国喘一口小气可以,绝不能让美国摆脱目前的战略困境,该缓和的应当缓和,但该出手的时候也必须要出手。